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视频攻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是占领了晚城和洛阳了 那么我们现在目标就是说要守住这个晚城 那我们守住这个晚城实际上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晚城当成一个前哨战 可以把后方的资源源源不断的运过来 其实我这个剧本呢我是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我在前期呢有点拖拉 就是说应该在前期就对孙权的势力进行一个制约 但是我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现在我跟他的实力的差距比较大 就是我只有他一半不到的这个兵力 虽然说我在武将的质量还有数量上面是超过的 但是我也只能通过操作 还有就是不停的这个把后方的这个兵啊运到前方 我才能就是说跟他抗衡 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就是说你会打得很 就是你会打得很累 如果说你前期对这些电脑的这种大实力 进行制约的话 你不让他就是说崛起的特别快 那么那么那么你就可以就是 你就可以就是说后期就会打得比较顺不顺手 那我现在虽然说也可以打通关 但是呢会比较吃力 因为他现在已经形成气候了 还有就是说我本身的这个设定也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这个剧本我给自己的设定就是说不能杀掉俘虏 除了不能杀掉俘虏以外也不能SL SL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如果SL的话那肯定是能够大大降低游戏难度 那么另外一个能够大降低游戏难度的就是杀俘虏 你每杀一个俘虏他这个他这个三国里面能够被对方用到的人就少了 因为如果你在你不登用就是在你不招募这些古代武将 或者加入一些自制的DIY武将的话 他的这个人物是有上限的 我记得好像是不到一千 不到一千的话那你基本上杀光了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是史实的寿命 所以说实际上你可能都不需要杀过一千人 你可能杀个八九十个人他就没武将了 到时候他再多的这个军队和城市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相当于你可以 就是说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了 然后你哪个官场实在是通不过去了 然后基本你实在感觉通不过去了 那你就开始杀俘虏 杀俘虏是你最后的挽救的一个招法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好好利用我们这个马中这个人 因为我们有马中的话我们可以用马中就是说 捕捉到任何我们想要去登庸的这个武将 就是非常好 因为捕捕这个技能在后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有人说捕捕在前期比较有用 我觉得不是 因为前期你能够通过俘虏并最终登庸的那种很少 因为你基本上你不可能说在前期去玩那种移动监狱这种 移动监狱是什么 就是你让一个队伏虏的一个人 然后呢你就是不进城 你就是不进城 他就没办法逃跑 他只有在你进城以后 他才有概率会在每个月的月初会逃跑 但是你只要不进城 哪怕他是过个十年八年的 他也跑不掉 你在你在前期你玩不了这招 首先是你在前期 你有什么武将是能够就是一直在外面跟他绕圈子 没有啊 对吧 除非是那种你是刘备 你有冠语张飞什么的 但是正常情况下 你如果说把你一个非嫡系的武将在外面绕圈子 做移动监狱 可能你还没登上被俘虏的人 你自己的武将就先盘灭了 对吧 那不就是很尴尬吗 对吧 所以说 基本上在前期不可能退 那么后期的话 当敌方的这个武将的姿势也很优秀的话 你还是需要有一个补服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说 先利用曹章的这个吉尺的这个特技 以及我们众多的这个鲁兵S 对先权的势力进行这个 这个 抵挡 因为我发现就是说 像这种鲁兵S啊 可能还是用火矢 其实是最划算的 因为首先 火矢只要战法使用成功 他就肯定会着火 他着火他就至少损失六七百人 再加上他本身的伤害 也就是说 他这一下子 就会有1000人的损失 而且只需要消耗试炼时期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这里有 有这个 投石车 并且 我们的这个 投石车呢 士气呢 还是够的 不过 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要去 把这个 要出 古牢关进行 抵挡 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 不是说 把 来侵犯的敌军给打退 我们主要目的是 要 打下陈柳 因为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刘备的势力 已经快要被孙权消灭了 那么我们肯定是 我们肯定是 要在 这个刘备 被彻底消灭之前 我们先把他干掉 因为刘备一旦被孙权遵病了 那么 对我们的这个 损失是很大的 就是我们 基本上就 完全丧失了这个主动敌人 因为刘备的人才里面 虽然说在这个局部里没有诸葛亮 就是诸葛亮现在孙权收了 但是 他的手下的这个关羽张飞 也是 非常好用的 我们 把晚成 就是我们刚刚让他把晚成攻上没关系 因为我们也马上可以把晚成再躲回来 他攻下来以后他成了这500人 所以说 嗯 我们只要稍微打下就行了 而且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 嗯 刚刚我们那个晚成的耐久是 是0点 就是已经没耐久了 因为他一直 之前一直被揍嘛 现在 他攻下我的晚成 我在攻下他的晚成 这样反而耐久回复到了一半 这是他的一个设定 就是 当一个城池 或者一个关卡 或者一个港口 溢主的时候 耐久会回复到 原有的一半 还有 电脑他是不会 他是不会在非交战区 布置过多的兵力 所以说他现在的这个 呃 呃 呃 非常的这个空虚 因为他还没想到我会 回来打他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 趁虚而入 赶紧把他这个城流给 攻下来 嗯 嗯 我们现在在洛阳城嘛 其实就是一个 囤兵的一个过程 洛阳这种城市 是 是 天涯最大的城市 不仅土地最多 好像21座 21块土地 荣纳的 可荣纳的这个 人也是最多 好像应该是 18万还是20万 哦 哦 基本上很清楚 反正 15万 哦 15万 可能是15 反正就是说他可以 存最多的兵 造最多的这个 建筑 而且他的地形呢 是最好防守 因为洛阳他没有办法 从那个水路去进攻 他说水路去进攻 也可以 但是 一早拍一只小队 堵死这个水路就行 好上面就是 北边和南边的两个关卡 韩古关和这个 古老关也一样 只要拍 队伍去堵死他 然后在外面放 在里面 朝外面放箭就行 我们现在在这里造一个 造一个城寨 一个升级版的一个镇 我们不是 我们不要再造一个镇 我们现在造一个城寨 造一个城寨呢 我们可以 有效的这个抵御 来自新野 然后还有其他地方的 尊全的军队的进攻 完成这座城 当你控制住后方的时候 它是一座建筑 它真的是一座建筑 它真的是一座建筑 你不行 他根本是没有 出事 increíble 对 很专!! 太冬卖了 我 incentiv到 你路上 有侧抗 日� 灯 inen 我想 还是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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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其实呢 我觉得是可以 就是说 有一种打法 我也是挺想尝试的 就是你没打开一座城 你就立刻把它托管 你只操纵一座城 其实这对于玩家来说呢 是一个压力是可以大大的降低嘛 但是有些很特殊的情况 你就没办法只操纵一座城 像你永安你要是用来防守的话 你要是不去主动出击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啊 我说的是必须 就相当于你就 你就必须要那个 你就必须要那个 自己去操作 自己去操作 因为永安这座城 它在你后方全都是 你的地盘的时候 它是一个真的是一负单 万万抚摸盘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打下陈流了 陈流是没有什么防备 所以说我们几个就是投石车 你砸几下就好 就是我 我之前有一个粉丝给我评论 就是投石车这种东西在后期要不要 要爆的比较多的 我现在是真的意识到有多重的 因为确实你没有投石车 你打得太慢 我们现在真兵 在洛阳呢我们继续就是 巡查真兵 嗯 其实洛阳它就是一个 就相当于是一个大本营嘛 对吧 是一个大本营 我们不能丢掉它 所以说我们要在 就是要在这里 尽快的这个招兵埋摸 因为它现在虽然没有 反扑过来 但是不代表它永远不会反扑过来 而且它现在只是没来得及调兵潜见而已 因为它现在正在 嗯 就是 嗯 正在这个是 跟刘备这个苦苦的交战当中 他也想快点灭掉刘备嘛 我们也想 我们把这个农场拆掉是为了造一个工坊 因为我觉得以后啊 还是要从永安出境 所以说 就是你 首先得造工坊 工坊这种东西你不能没有 你工坊有了以后 你就可以造了这个投石车了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到底是投石车的这个 对于耐久的这个损伤更高 还是 还是这个 冲车 因为之前我看冲车它是那个 一下子能搞掉 就是一下子能搞掉可能1000点耐久 但投石车只有600点 它主要是对人的杀伤力很大 因为它一下子可以搞掉一两千人 但是我不知道对耐久 就是城市的耐久会怎么样 就是投石车它是研究了霹雳以后 它周围的这个格子全都可以杀伤 这个也是很给力的 而且投石车它可以三格的距离 所以 冲车的话 冲车你也造不了 因为你 研究了霹雳 研究了投石车以后 你就没办法 造了它之前的那个 上一级建筑 就是上一级建筑 跟那个 木兽 跟那个木兽是一样的 对 啊不 我说错了 投石车的上一级建筑是景兰 木兽是那个叫什么 木兽上一级是推车 就是冲车 对 那景兰确实也是杀伤人 对 所以说它 对 那那那那这么说就说得通了 木兽的话它是春火的 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 木兽的是杀伤力没有这个冲车要高 不知道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我的一个错觉 但是木兽还是比较有用的 因为木兽它是可以对队伍使用的 我们现在就是 嗯 利用这个 利用我们现在这里的 这两辆这个投石车 我们迅速的要把这个陈流啊 给它拿下来 然后 嗯 当然了 我们拿下陈流以后呢 我们一定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 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要从陈流 然后 打 打到 小沛 最后 最终呢 再从小沛呢 前往这个虾皮 就是收复刘备的这个 嗯 刘备这个军团里面的所有人 孙权手下也是有一些虎匠的 孙权手下也是有一些虎匠的 孙十万把这个张辽给收入回家 这其实 啊 听讽词 因为那是张辽是打的孙十万是 嗯 落花零鼠 然后几乎被佛捉 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剧本里面 张辽卷 心甘情愿的 为孙十万福 变成着曹老板死了以后 过渡的这个悲伤 已经分不清敌我了 晚成和洛阳我们都要守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后方往这两个城市 运送物资 当然洛阳他本身的这个再生努力很强 因为洛阳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座成品的城市 就是 这个市场能够到三级 但是 晚成的话 基本上是一座很穷的城市 成功应该死 所以说又少了一个资历者数以上 可以吧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这个 一个设置上的一个难度 就是 你如果说选择 史实 史实寿命的话 那么 你就要接受 这些五将生好兵死的实施 这个没关系 古代的人的寿命是很短的 一般来说如果 一般来说很多好的那些五将 可能三十多岁四十多岁 所以有些人喜欢学 长寿 或者 或者 或者那个 假想 假想的话 假想的话 就是它的寿命都是 都是99 长寿的话 就是 它会 大幅度延长它的寿命 但是 但是 我觉得 这样的话 游戏难度就降低了嘛 就是 让你真正感受到这个 失去一个五将的这个 嗯 就是这种 痛苦 那么你才能 就是说去珍惜这个 你现在手上的这些五将 你才能去更好的就是去利用它 所以说我都是设置成了史实的寿命 这样也是尊重历史的一种方式 嗯 我们现在就是 反正现在目标就是说 在 洛阳就是 从前 然后 沉流继续打 完成继续守 现在的完成就是说 嗯 我们 我们守防守呢 主要还是靠这个 这个 李辉的 这个 摆出 加上 摆出 加那个 嗯 机制 加上 那个 连环 就这个配合呢 其实是一个削弱版 我说有诸葛亮 或者有曹操的好 可惜曹操老板已经死了 我们刚刚拿下 曹操 和他手下来的 他就 死掉了 所以我们只能 退而求其次 用一个李辉 当做 我们扰乱对方的机器 而且他质量也挺低的 只有81了 基本上就是只能 只能对那些 就是 纯粹的那种武将奏效 就是 就是 纯武将 就不是那种 就是智勇双全的那种 像姜维这种 不可 后话说回来 姜维好像是 唯一的一个 就是说 智力和武力 都是80以上 这我真的找不出来 还有别的人 很少 好像除了姜维就没了 像曹操的话 他是 他是 五维最高的 就是 五维综合五维最高的 但是他的武力 也不是 也不是80以上 他的武力一开始也只有70 还是70多 像赵云 这些 关于张飞更不用说了 他要么就是说 90以上的智力 然后配个70的武力 就是最高的 要么就是说一个 95以上的武力 然后配个 560的智力 但姜维好像是唯一一个 就是说武力智力 所以都是80以上 这个比较难度 这个比较难度 但是现在 姜维可能还不会出城 现在他还是个小孩 对 他现在是个小孩 早知道了 应该说还没有到弱观之内 古代嘛 弱观之内 就算是成人 就行成人大理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是 搬运的特技 非常有用 因为 搬运的特技呢 在后期用来 整个快速的运送 梁草 是可以 就是说 保证你的后勤补给的 尤其是当你从 很遥远的山上 运送你的梁草和 资重的时候 你就更需要那些 有搬运特技的 非常需要 非常需要 冠秋剑 冠秋剑 现在 出场了 倒是挺让我意外的 他这个时候 应该就不到20岁 冠秋剑 怀难三叛之一 那么 曹老板 手下的这些人 还是挺 优秀的 像曹仁曹修什么的 嗯 都是有 独当一面的 这个努力 就是曹老板 他其实 从来是不缺人的 但是 这个努力 没有 有 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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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